大家好 我是阿蘇公 今天來玩三國雲夢露 這是一款超級不甘不農又好玩的三國遊戲 之前就有介紹過遊戲玩法 与T0角色推薦 這集來介紹版本陣容的推薦 以及資源要怎麼花比較好 還有超多禮包碼我會提供在底下留言置頂 給大家複製貼上 首先我要先來講一下左下角這個小助手 只要開啟這個功能之後 就超級省時間啦各位 遊戲解鎖了越來越多的玩法 你可能會覺得花很多的時間 這個功能就是可以幫你省時間啦 這邊可以自動設定 你要他幫你自動挑戰什麼關卡 然後要不要花元寶去做購買的適度 然後連商店這邊 都可以幫你去購買指定的物品 也可以幫你每天免費招募一次 只要設定好之後呢 按開始 他就會一鍵 幫你全部掃蕩 這個功能超級方便的啦 所以不會花你太多的時間 這樣就可以拿到所有挑戰的獎勵了 好玩又不干不克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點底下的連結 趕快來下載加入 接下來就要講到陣容的推薦 我們其實可以從競技的 競技場這邊 從排行 去看前幾名 他們的陣容 是什麼陣容 雖然每個伺服器的狀況不太一樣 但是 可以看出 整體 大概的方向 我們就先看一下第1名 是群雄 第2名 吾國 第3名 群雄 第4名 是混合的 第5名 群雄 第6名 群雄 第7名 吾國 第8名 吾國 第9名 群雄 第10名 吾國 那其實我們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群雄跟吾國 佔了大多數 那也跟我上一支影片講的一樣 初期 群雄是相當的強勢 因為我目前 佔力 2000多萬的情況下 打2000多萬的群雄 我常常打輸 但是吾國只要星數升高 絕對是最強的陣營 那衛國跟屬國 其實還要再蹲一下 之後會轉強一些 那其實 吾維克 玩衛屬 也是可以 但是目前強度 就是比不上群雄跟吾國 那如果要我推薦 我還是會推薦吾國 尤其是你有一點課金預算 可能維克以上 玩吾國 應該都會玩得蠻舒服的 像我 我的課金程度 也是屬於 維克 奈米克而已 就已經有這個星數的表現了 那再升高一點 吾國就會開始強起來 那麼接下來就要講 吾國要怎麼去做養成 我自己目前是用 孫策 孫上香 甘寧 周泰 布練師 孫魯斑 輔助角色來講 張招也是不錯的角色 可以把張招拿來替換 孫上香或者是孫魯斑 周瑜我是建議 你如果不是課長 先不要去做養成 我們先集中 養一隻紅將 抽孫策就好了 重點培育的順序呢 我會建議 孫策一定是優先的 不管在升級啊 強化跟精煉 都是從孫策做優先 再來去培養我們的周泰 我們周泰是坦 所以相當的重要 優先做培養 接下來呢 就是甘寧 或布練師 那我自己是會先練甘寧 因為他也是一個 負C 負輸出 升高他的話呢 推圖會更簡單一點 再來就是布練師 那孫上香跟孫魯斑 兩隻輔助角呢 順序就排比較後面一點 先升完前面 再去做培養 角色培養方面呢 神兵 是非常的重要的喔 神兵主要 每五等 會開啟一個新技能 那就是以五為單位 去做一個升階 神兵主要從 七進七出這邊 去做獲得 去挑戰關卡 就會有獎勵 有這個 萬能神兵 可以去做進階 鍛造石 材料 神兵商店這邊呢 也可以去兌換 你需要的神兵 記得要全部刷新 刷你需要的角色 每天都要全部刷完 那錦囊也非常的重要喔 主要從炎武的 上兵伐謀這邊 去做挑戰 挑戰就可以獲得 軍工 軍工就可以來商店這邊 去購買你想要的 錦囊 那購買錦囊的時候要注意喔 他們錦囊 都有適用的範圍 像這個有輔助專用的 也有輸出專用的 所以要點擊這邊 去看 可以使用的武將 再來就要提醒大家招募這邊 抽卡這邊非常的重要喔 不要 一有抽 一有元寶 你就拼命抽喔 這樣非常的虧喔 我們首要 每天的目標 就是把兩隻 橙色武將 都抽到 這樣就好了 紅色的武將 我們慢慢去做累積 紅將幸運值 慢慢累積 累積到保底 就可以抽出來了 不要硬抽喔 不然 你橙色 一直抽歪 紅色也抽不出來 接下來 隔天沒得抽 你橙色角色 就會升得比較慢 就會浪費這個新願單喔 那當然你如果是課長 預算夠 就可以 一直抽 但無維克 預算有限的人 每天抽兩隻成將 這樣是CP值比較高的抽法 再來就講到 無維克的資源要怎麼花 我們看到商店這邊 首先 元寶這邊 每天包子 跟甘露 要全部買滿 這個在小助手那邊 可以做設定 那其他 你缺什麼買什麼 但不要花太多 再來玉璽這邊 這邊就是 免費的買一買 其他我就 不是那麼的推薦喔 再來 武將這邊 可以花匠心 去買你需要的 武將碎片 那記得 要去刷新 每天的次數 要把它刷完 只要有你陣營的 就可以買 那元寶的 我們不是太推薦喔 那即使用不到的 也可以買 因為什麼 這個匠心非常的多 用不完 再加上我們之後 也可以練更多的角色 那還可以開啟 自己冥望 冥望開的越多 戰力就加越高 再來我們看到 錦囊這邊 這邊可以適時的 去兌換你需要的錦囊 有對應的角色 就可以去做購買 那紅錦囊這邊 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紅錦囊 非常非常的強喔 那推薦 吳維克 大家慢慢去 累積這個 和田域 慢慢的囤積 不要亂花 到時候來購買這個 非常的重要喔 那裝備這邊 橙色裝備 都可以適當的去做購買 把一些 像藍色啊紫色 都可以替換掉 那寶物這邊的話呢 先去買你 精煉需要的材料 比如說寶物你如果還沒達到橙色的話呢 就去購買藍色啊紫色的碎片 去合成 精煉上去 那都升到橙色之後呢 我自己 我自己是會先去升輸出武將 也就是 青龍服這邊 先把他升上去喔 因為精煉到10等 還可以開啟新的技能 所以這邊是10等 唯一個單位 那神兵 這邊剛才有講過 再來講到 禁忌這邊 可以去兌換你 自己需要的 武將碎片 再來看到龍虎幣 龍虎幣這邊 先去兌換 最需要的紅將喔 像我吳國 我就是先去兌換 孫策的碎片 全部把他購買下去喔 同盟這邊的話呢 先去購買你官銜 升級需要的印章喔 這個非常重要 一週只能買一次 那這個你只可以從限時活動 去拍賣拍來 所以這邊 一定要每個禮拜 把他買起來 再來就是招募券 可以適當的 去做購買 那武將這邊 也可以去購買你需要的 五將碎片 接下來就要提醒大家 官銜的這個印章 一定要去參加 限時的玩法 然後在拍賣這邊 去做購買 再來就是 樂七天 或者是再樂七天 這個一定要盡力去解 紅色的裝備 整套加成 是非常的多喔 好啦 以上就是三國雲夢露的一個 版本陣容介紹 養成 還有資源怎麼花 的一個推薦喔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開啟小助手這個功能以後呢 超級省時間的啦 那就可以把 時間 花在研究陣容 還有其他玩法上面 尤其很多限時玩法 超級有趣的喔 跟盟友一起去玩一些 小遊戲 一起拿獎勵 我覺得是超棒的喔 那歡迎大家 也可以分享你的陣容 說不定 你們有更好的養成法 更好的角色配法 大家可以一起研究 一起討論喔 那還沒加入的玩家 可以趕快點底下的連結 去下載玩玩看 好啦 感謝大家 這集的收看 我們下部 先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